嗨大家好我是Easy 今天要來到戰利筆開箱的第三集 第三集會開箱什麼樣的作品呢 這一個東西是我算是橫跨了九年的時間 所購買的很多樣商品 那今天為什麼會說九年呢 九年就是因為我在我們現在的公司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奢侈品品牌 在這個公司上班 然後當然就是我陸陸續續也買了非常多 我們自己家我覺得很棒的款式 然後有一些款式 大家一定會掉可能會掉下巴 什麼這個也是BV的款式 我居然有買 我覺得這一些款式真的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那我覺得我也算是時間差不多九年可以開箱了吧 我真的是買了超級多的 一一的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說你也喜歡這類型的戰利品開箱 可以追蹤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日常貼文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SSR、TBC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開始囉 不瞞大家說 我在Bottega Veneta就是大家簡稱的BV 這個品牌我做了九年多的時間 從以前在台北101 一直到微風廣場 現在在SOGO 我也就是看了這些品牌換了不同的設計師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我發現Bottega客人其實比較專注於是 比較喜歡做工 喜歡皮革的柔革的過程 喜歡它就是比較永恆的設計 你背一個可能三年、五年 都還是可以持續使用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發想 所以有很多東西 雖然不是非常時髦的一些設計 但我覺得我們家 你真的是背了不會有很強烈的季節感 是真的可以背很久很久的一些作品 在介紹開箱我這些作品之前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Bottega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長歷史的一個品牌 它從1966年就開始創立 那有些時候很多品牌精品的名稱 它會是用人民或是某些家族的名稱 但Bottega Veneta有點不太一樣 Bottega是工坊的意思 Veneta是那個意大利威尼托這個地區的一個名稱的簡稱 所以Bottega Veneta其實它代表的是一個 藝術家的工坊 它不是可能Coco Chanel就是一個人名這一些 它是不是的 它是一個藝術家工坊的統稱 那我覺得這個也彰顯在我們家其實有很多的作品 我也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低調 然後真的是追求質感 那當然啦 我們其實也經歷過三個設計師的洗禮 包含最一開始的Thomas Meyer 他是那個大家很耳熟能講那個小編織 那個一公分小編織的 大家愛不釋手 到現在還會有人要找的 一公分編織的那個設計師 因為他也帶領了Bottega 往上衝了大概十幾年 然後當然後面就是有那個Daniel Lee 他中間也帶領我們 其實Bottega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從小編織 變成大編織 甚至沒有編織的很多質感的作品 但他取消了編織 但卻更專注於比如說像包包的擴型 更永恆的一些設計 那當然到現在全新的一個設計總監 就是Machelle Machelle的東西其實結合了Daniel 跟那個Thomas Meyer 有病在一起 他有很多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也很聰明 就很多很舊的客人都回來 然後也有很多很新的客人 持續的也蠻喜歡他的新作品 我覺得整體來講 Bottega算是一個低調 但是卻非常奢華 我知道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的價格可能會有一點 貴 但我覺得他 大家如果說可以深入去了解他背後 製作的一些工坊工藝 跟他的一些做工 我覺得你會覺得那個價格其實 算蠻對得起他的價格 因為你有非常多用心的地方 在很多小小的細節裡面 所以我覺得Bottega算 真的不錯 真的是還不錯的一個品牌 所以我覺得買到會算值回票價 那今天講了這麼多 我們就要好好的正式開箱一下 我這九年到底買了哪些 我自己很喜歡的作品 首先第一個很經典的作品 叫卡帶包 卡帶包我覺得不可否認 這個是到現在還是非常實用的一個款式 我買的第一個卡帶包是這一個 經典的三層五牛皮卡帶包 其實我沒有這麼喜歡羊皮軟軟的感覺 我喜歡挺的 所以當那個時候推出了這個 硬的牛皮的版本 就是都會牛皮的作品的時候 我自己超喜歡的 因為都會牛皮非常的耐操 他的型不會變 我覺得真的超強的 然後他的那個牛皮的材質是真的是 比較挺的 你知道他就算用了久 用在久之後 我這已經買了很久了 他的型其實是真的不會變 然後他的皮革很好照顧 就是第一個 不容易刮傷 然後他的皮革是會回彈的那一種 因為我那時候很好笑 我那時候這個包包 其實有被指甲剪的那個邊邊壓到 不是刮傷是壓到 然後你那個邊的地方 他就會出現他那個指甲的弧狀的那個壓痕 但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那個壓痕就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哇靠 超神奇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款式 我覺得我很推薦就是 獨會牛皮的款式 他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他各個品牌的藏牌幾乎都放得進去 然後裡面你看 手機鑰匙錢包 然後裡面還附了一個暗袋 這個真的是我蠻喜歡的 我跟你講我瘋到怎麼樣 我還去買了另外兩個款式 我還買了這兩個 這個兩個的材質一樣是牛皮 但他就有點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有一個光澤感 這個是紫實牛皮 他就是會有一種強烈的那種很像紫的那種皺紋的感覺 然後做成牛皮的款式 那我覺得他很棒的是怎麼樣 他很輕 但因為我想說已經買了一個深色 我就要買一個比較跳一點點的眼 這個是宋維德的啦 然後這是我自己用的藍色 我覺得很棒的是 牛皮的部分他都有附上這個三角叩頭 這個其實是一個BOTEGA很經典的象徵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款式 就是你買包包其實可以選這個作品 牛皮第一個耐用 第二個我覺得他造型感真的蠻強的 背起來真的也好看 而且像我自常出國 比如說去新加坡去日本玩 真的很好用耶 真的這個容量其實是非常剛好的一個鞋背小包 要完我這個卡帶包戰利品之後 又要來介紹下一個 跟他有一點類似 這個也是我有買的 但之前大家應該就有看過 這個 他算是CAMERA BAG相機包 他是做拉鍊的一個款式 然後我會買他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的定價比其他國家就是這一個系列 超便宜不誇張 台灣的定價真的很便宜 尤其是這種兩個顏色的 到現在都還是買到賺到 但我不想講其他國家多貴啦 我只能說台灣真的很便宜 真的是價差有1萬多塊以上 真的是買到賺到 我那時候看到黑色然後配綠色 BOTEGA很經典的這個BV綠 立刻秒買耶 然後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是有做拉鍊 如果有些人覺得他卡帶包是磁扣的 沒有這麼喜歡 拉鍊的款式我覺得是還不錯 然後他只是比一般的卡帶包 再小一點點 不過在攜帶上面就會是更方便 如果說你是用短夾 然後基本上一樣 手機鑰匙錢包 完全可以的 這個是我的另外一個戰利品 然後他的背帶一樣都可以去做調整 不過這個就沒有三角扣 這就是很經典的一個寬背帶的一個 編織包 不知道你們會喜歡哪一種 講完經典的卡帶包家族系列 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 也是我有買的 你們一定會覺得 哇我怎麼會買這一個 第三個開箱卡帶包的造型 就是這一個 我有買的這個 迷你的卡帶包2乘3尺寸 老實講 他能裝得下什麼 他什麼都裝不下去 他只能放下什麼卡夾 然後還有一些很簡單的鑰匙 沒了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要買他 原因是他就真的太可愛了 他才兩萬多塊而已 然後他的價格 我覺得還可以 以小包來講算CP值滿高的 然後重點是很輕 還有小羊皮 然後因為我都想說小包 我跟疑慮我都推薦客人 只要你小包其實都可以買亮色的 因為那個小包亮色才可以 你知道在穿搭上面才會比較簡單 那如果說你是買深色 其實看不太出來他的那個 我覺得看不太出來他的價值 每一個 你看 欸就是這麼小而已 我覺得造型感十足欸 這個也是超Q的一個款式 我接下來介紹的這一個 你一定會讓你掉下巴 我看不出來他是BOTEGA的作品 3 2 這一款 將將 尼龍的後背包 這一個老實講 一眼連我也看不太出來 這BOTEGA的作品 但是你要仔細看 因為他在編織的紋路上 其實有刻印出 BV編織的那個紋路在上面 要很近的才會看得出來 但我覺得這一個後背包算是 就是符合我們家的一個精神啦 就是低調實用 他真的很實用 因為他我後來有很多去 去那個什麼韓國啊 去日本拍影片的時候 其實都會背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東西容量真的很大 然後他後面的部分 他後面的部分又有一個拉鍊 他這邊有做一個拉鍊 可以有時候你防盜的時候 比較安全的東西 你可以放在這個後面的拉鍊 但這個現在已經沒有在做 沒有在做販售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我買到真的是蠻開心的 但是這個後背包價格其實不便宜 我那時候我記得他們定價好像是 原因是因為他功能性真的很強 如果是以一個後背包來講 容量大然後空間又很大 然後他的功能性 可以藏的東西很多很多 他不只是前面的一個小口袋 他裡面的主要是這一個大的收納空間 真的可以放得下超多的東西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按帶可以讓去放一些 比如說像iPad啊 有一些比較挺的東西 商務型的後背包也是可以 你知道那時候會買這個後背包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有很多韓國帥哥 就是他可能會穿西裝 背了一個這樣的後背包 超帥的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好我好像應該可以買一個 這個是不錯 然後事實也證明了 我後來旅行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是真的蠻實用的 而且蠻好用的一個款式 這邊也跟大家看一下這個 戰利品之一 BOTEGA戰利品 再來下一個 也是包包 這個是出給男生版本的小編織的一個手拿鞋背包 如果說有些正式場合 這個是NOTE 就是我們家很經典的手拿包 它只是做成男生的硬殼版本 編織的設計呢 它這個是做一個硬殼的手拿包 它按壓的方式就可以打開了 來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有附背帶 它外面有兩個可以去做包包繩結 就是搭配的地方 它可以推出來或放裡面 然後推出來之後 你可以跟它的那個五金零件 湊合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是一個很小的鞋背包 它也可以變成這樣的一個鞋背包 就是你可以當手拿包用也可以 然後要當鞋背包用也可以 然後尺寸你剛好放得下一隻手機跟短夾 算是小包裡面蠻實用的 然後一樣它也是用了第一代的三角扣 因為這個買的有點時間 但是你沒有在賣了 我覺得背起來算是一個 也是蠻時髦的一個作品 但這個就是很之前買的一個款式 分享給你們 這個也是我覺得 我蠻喜歡的一個小手拿鞋背包 這邊分享了這麼多BOTEGA的作品 就是這幾個是我自己蠻喜歡的 然後在新的作品上面 其實有一些女生的款式 我覺得也是 就我這個銷售來講 我覺得很值得購買的 比如說像是 Andiamo 還有像是女生的 Jody 欸 我覺得這些是 我覺得買到 對於女生來講買到賺到 然後男生的話 這些卡帶包 我覺得都是蠻不錯的 那不知道你會喜歡 我的這些戰利品裡面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作品 然後如果說剛好最近 大家有想要買BOTEGA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連結點一下 因為會有一些蠻不錯的驚喜 我不說破 你自己下去看 在這邊做了9年 我覺得時間蠻長的 然後BOTEGA是真的蠻用心 在製作每一個包款 就是在皮革製作上面 跟工匠的製作 其實他們一直在突破材質 然後窮心求變 也希望可以帶給很多客人 有很多很棒的一些設計 永恆 可以搭配你衣櫥裡面 各式各樣的衣服 實穿 百搭 這我覺得是 我在這個品牌 我自己蠻喜歡的啦 然後也是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一類型的開箱影片 你喜歡哪一個BOTEGA的作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因為這幾個都是我自己 很喜歡而且實用的款式 如果說影片到最後 你也想要看更多的 我的戰利品開箱的話 不要忘了可以追蹤我的 我的Instagram 和 SHL TPC 同時也拜託拜託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